我是107導臨 韓文健 我很驚訝自由黨其實應該維護自由市場 但反過來自由黨就倡議政府要干預市場 不僅董建華的8萬5元 是令很多人要炭銷 很多人要破產 整個金融海照2008年 都是美國政府搞防禮美 不斷貸款、不斷立法 要幫所謂幫年輕人置業 製造出來一個泡沫 今天我們這麼多教訓世界各地 這麼多國家政府做了這麼蠢的事 我們香港政府是否要重蹈覆轍呢 其實根本問題就是從供應著手 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填海 行不行呢 各個政黨可否表態 日後政府要建議填海的時候 不會和綠色的團體抗議反對填海呢 這裡如果你今天肯站出來說 政府就敢出來說 我們找地方填海,多建一些樓 好,謝謝